哈囉,你好,我是牛奶,葉乃文 通過YES933,藝人私密手札 可以讓你更了解我 其實從當初發行EP 然後之後,當知道有機會可以發行自己個人專輯的時候 其實當下是很興奮 但是也感受到了很沉重的壓力 因為變成是發整張的國語專輯 然後要在當中要唱十首歌 然後所以這一次在發了 發專輯之前呢,我特別去找了這個歌唱老師 然後來做了一個半月的密集的歌唱訓練 然後在專輯當中呢 因為公司給我非常非常大的空間 然後讓我從一開始收歌就開始參與 然後所以包括一開始挑歌啊 然後一直到後來的製作 然後我也擔任了四首歌的製作人 然後從編曲一直到發詞 然後到配唱 甚至到最後的混音 對,然後都從頭參與了 然後更加的了解整個音樂製作的一個環節 然後也因為這樣子 然後也更了解我自己的聲音 所以 如果想要更了解牛奶 喜歡聽什麼音樂 然後或者是 牛奶有什麼樣子最新的舞蹈的話 就一定要去支持我的最新專輯《武士刀》 應付壓力喔 其實我常常會有一些那種 就是自己的座右鳴 像之前 我那時候會在網路上回歌迷的那個留言 然後就是歌迷也是 歌迷朋友他們就會留言說 他們可能在讀書啊或考試會遇到很多壓力 我那時候就跟他們分享我就說 壓力壓力 不壓沒力 越壓越有力 對,其實我這也是勉勵自己的一個話 因為我覺得當壓力的話 很多人會選擇去逃避 但我覺得你要去正面的去面對它 然後要用一個很正確的心態 然後去面對 那不管是什麼的壓力 只要當你突破了 然後我覺得都會變成很美好的回憶 所以我現在都是用這個心態去激勵自己 這張專輯當中呢 就是常因為 專輯的這個整個的形象 所以呢,我都穿了很多無袖的衣服 然後呢,就會有很多人問我說 那來,那你的藝毛呢 要不要去修整一下 我在這邊,我很誠實的 我不做做,我告訴大家 我真的沒有修 沒有啦,我有修 我有修啦,一定要修的 因為就是為了美觀 對,然後就反正我覺得男生就是一個禮貌啦 對,就是一個禮節 所以在,尤其是當我們在表演的時候 對啊,因為就是常常要穿無袖的 所以 呃,正常適當的修整 當然是,我覺得是很OK的 哈囉,你好,我是牛奶葉乃文 這張專輯,因為我有 就是大家可能有看到我五四刀的封面 其實我這次有拍了一個就是比較 跟以往不一樣,比較性感的一張圖片 展現我的 肌肉 對,然後大家就會覺得說 欸,會不會就是 如果都把 注意力或焦點放在我身材上的話 那我會不會 感覺不好 其實我覺得不會啦 因為 花了這麼多時間練呢 當然就是要跟大家分享 對啊,因為我們 我真的是花了蠻多時間在健身上面 然後 包括我周圍的工作人員都知道 因為像現在在宣傳期 我沒有那麼多時間 去健身房 或者是在 做一些訓練 所以我就是隨時隨地 沒事的時候我就一直在做運動 所以可能有些時候 碰到我的人 第一次碰到我的人會被我嚇到 因為我就沒事就 扶個椅子就在那邊動啊 然後或者是訪問的空檔 我就會一直抬腿一直抬腿 然後就是為了要保持身材 那為了要保持呢 當然就是要秀給大家看啦 要不然幹嘛保持的這麼累 如果我想要得到一個東西的話 我會使出什麼樣子的殺手劍 其實我小時候我都很皮啊 因為 我小時候就是 因為小朋友嘛 很任性 我記得我小時候那時候 我們很流行玩那種空氣槍 然後我想要買一把 就是大概那時候大概要七八千塊的空氣槍 然後很貴 然後那時候我爸爸就不買給我 然後我記得我那次在家裡踹床 我就因為我的床是上下鋪的 然後我就躺在我的下鋪 然後我就踹上面的床 我說爸爸我要買槍 就把那床都快踹翻了你知道嗎 我覺得我就是很無賴的那種方式 就會一直吵一直吵 然後最後我爸受不了 就買了那把槍給我 然後我就很開心 哈囉你好我是牛奶葉乃文 通過YES933 一人私密手札 可以讓你更了解我 大家都知道我的 小名叫做牛奶 然後也很習慣叫我叫牛奶 然後我自己也有想過說 如果我有一天化身為牛奶的話 我希望自己是什麼口味的牛奶 其實告訴大家 我最喜歡喝的是巧克力牛奶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耶 從小就很喜歡吃巧克力蛋糕 然後喝巧克力牛奶 我覺得這可能跟我媽媽在生活的時候有關 因為我媽媽她說她在生活的時候 她那時候每天都會吃很多巧克力冰淇淋 所以一生出來 事實上我不是白的 我是巧克力色的 然後她都叫我叫巧克力娃娃 然後不知道為什麼後來我就變得 就比較白一點 所以我現在就很喜歡喝巧克力牛奶 巧巧克力牛奶就是黑色跟白色的綜合 其實它是很多的顏色 那我覺得在我身上 我也有很多不同的 呃...面 可能我覺得我在 呃...工作上的時候 我會很平然後很努力 可是我在私底下其實我也 還蠻... 就有時候還蠻無厘頭的 對啊 然後所以我覺得其實我有很多不同的個性 然後可能有時候我 在平常的時候我又是很宅 就是很宅男都會待在家裡上網 對...然後... 所以我有很多不同的 個性 然後我覺得其實巧克力牛奶 還蠻能符合我的個性 學武術 我想要學成龍大哥的武術 其實...就是融合了很多啦 就很喜歡成龍大哥的電影 然後很喜歡他裡面的特技 然後...就覺得說 哇...為什麼他一個人就可以做出那種 輕功水上飄的動作 然後就很想要去嘗試 所以就... 假如有機會的話 希望可以...呃... 跟他學習 哦...我最近想成為鋼鐵人 就是那個... 他有一部電影叫鋼鐵人 然後他是一個很有錢的人 然後他原本是軍火販子 他自己有遭受到意外 然後所以他才想要去拯救世人 然後我覺得其實那是還蠻有人性的 因為我覺得很多人就是... 他不是天生擁有想要幫助別人的心 但是在他自己經歷過... 就是...一些事情之後 然後他想要去幫助別人 我覺得那種自己感...感受過 然後經歷過的... 那個...階段 然後是很可貴 對...然後會用你的記在心裡 所以我想要當鋼鐵人 希望所有的朋友 透過今天的私密手札 可以更了解我 牛奶 葉乃文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